然後去新增一個就是影片的位置 然後就是按新增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選你的就是 導致的名字隨便打都可以 然後就是這個是瀏覽影片放的位置 然後剛剛有自己先創一個資料講 然後裡面要有影片 然後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就好 然後就會跑到這裡 OK 到這裡有沒有點容易 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播放 再來就是換Client段 Client段的話就是要用 那個軟體 是Player這個 一樣 然後去選擇 播放一個文件檔案 然後IP位置就是打你的本件位置 175 175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那POD不用設定喔 或者基本上不用設定 就是要用它預設就好 好 好 然後這個的話前面這個就是 目錄的名字 就是你的 好 資料夾的名字 這個資料夾 是這個資料夾 有些人 那是PV 然後那是PV 那是P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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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 你影片的P4 副檔名都要加上去 點那個什麼 MP4 一個那個 這時候就是 選擇兩個協定去播放 MING PAID TT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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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停掉 這裡就是亮粉 下面這裡 所以你怕有人會連聽掉了 IP的話就可以把他關掉 因為這只是做功課的充分 因為他預設的經驗都是開啟的 所以 好 這是我剛剛就是那個質疑感 因為我一樣 好 但是 我會看